波士頓作為美國民主誕生地的一部分 歷史典故十分豐富 波士頓的餐館是波士頓歷史的一部分 其中就包括一家2003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名勝的餐館 這就是聯盟生蠔屋 將近200年來這家餐廳一直為波士頓人和遊客提供服務 餐廳招牌的光澤可能已經褪色 但是主廚李科迪弗朗所說 餐廳每天都爆滿 有的餐廳會說 他們的歷史更悠久 可他們有些已經關章 有些搬到別處去了 我們是唯一在原地經營 而且一直都開著的餐廳 聯盟生蠔屋1826年開張以來 菜單一直沒有大改變 每天清晨 新鮮的龍蝦就被送到餐廳 迪弗朗所將他們放入一個特別的水缸內備用 你看到了嗎 他沒辦法夾到你 因為你的手在他的後面 這些龍蝦沒辦法夾到你 你就這麼拿著他 你拿好啊 這就對了 很多明星甚至總統都來聯盟生蠔屋 品嘗龍蝦和其他美食 已故總統約翰肯尼迪搬來華盛頓之前 就是這裡的常客 經常坐在18號餐桌 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三年前來過這裡 他喜歡這裡的特色佳肴 蛤蜊濃湯 迪弗朗所使用精酒檢驗的配方 按新英格蘭的傳統用奶油烹製 而不像紐約地區那樣使用番茄 迪弗朗所認為 那樣做湯太不講究 不不這是蛤蜊濃湯 為什麼要用番茄我不知道 大概是當地番茄過剩 奶油太少 所以番茄就成了固定的食材 這是我的猜測 利弗朗所說 完全不用擔心競爭 因為他知道波士頓沒有一家餐廳 能夠比得過聯盟生蠔屋 美國之音卡琳娜巴弗拉江波士頓報道